不少人都喜歡吃鮑魚粥 不過如果嫌自己煮麻煩的話 那不如試試這個即食版吧 這個正正方方的物體 就是即食鮑魚粥 由日本直送,用的是日本米 就這樣放進碗裡,之後下熱水 6、90秒就可以了 首先打開蓋,之後再用熱水淋入米裡 再用匙巾按一下就可以了 時間到了,先試一下 原來正正方方的物體是腐皮 腐皮吃起來鹹鹹的 和平時吃的很不同 米吃起來軟綿綿 裡面有些芝麻粒 所以整碗粥都有芝麻香 而且淡淡也有鮑魚粒 雖然一碗粥的份量不是很多 但裡面的鮑魚都很足料 如果深思思想吃鮑魚粥 不妨買下即食包裝 再加一點味道 Well,我們再看一看 嘴唇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